大家好我就老人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新表速递 这是2023年的第一期节目 这期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 有哪些万表品牌 推出了一些非常好看有趣的万表 同时呢作为新年的第一期节目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弹幕里告诉我 你们今年打算购买的 新年的万表意向清单是什么 愿望清单是什么 欢迎在弹幕评论区 你到留言告诉我 好我们先从最贵的表款聊起 新年一始呢 理查德米尔推出了一枚 全新的陀飞轮万表 限量50枚 它的编号呢是RM2102 这枚万表呢有几个比较特色的地方 第一呢就是它陀飞轮的尺寸非常大 陀飞轮的尺寸达到了12.3毫米的一个直径 确实比较大 还有呢就是这枚万表上呢 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和显示 跟大家去几个例子 第一呢就是说它的外观造型上 侧面呢和后半部分边缘采用的是绿色 而当中的部分呢采用是黑色 两种不同的碳纤维的一个组合 看起来非常的炫酷 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机械结构上 比如说它的表冠上面有个按键 这个按键呢很有意思 它像做了一个像汽车变速箱的一个结构 就是这个按键呢有三个档位 分别对应的是上链空档和手动设置 表冠是不能往外拔的 是通过上面这个金属按键按下去 按下去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在它万表的这个五点钟位置呢 是有一个小指针 上面有三个字母 分别对应的是W就是上链档 还有N档就是空档 还有呢就是H档 就是设定时间档 对应这三个档位 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上面的表冠做选择 然后同时选择 比方说我现在是给万表上链 还是我现在是调整时间 这一整套机构呢 同时呢又是在这个万表的表底盖的最后面的一层 就是蓝宝石底盖里边的这一层机构呢 是对应的这整个的这样一个换档上链机构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机构呢 万一坏掉的话啊 你实际上是可以通过不拆卸前面的驼飞轮和机芯甲板 只需要把底下的这层机构呢换掉就可以了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洞储显示比较有意思 一般的洞储呢是只有一根针 因为这枚万表呢有70小时的洞储 只有一根针来显示 比方说啊洞储多少小时 但它的洞储显示呢是在万表12点位置时标呢 做了左右两根针 一根呢是显示这个洞储还有多少小时 还有一根呢是告诉你这个发条张紧的力度啊 啊这两个应该是随动的 就是说你拧的这个洞储的时间越长 这个发条张紧的这个力距应该越大啊 为什么这样做 我觉得可能是觉得一个洞储不好看嘛 放两个的话有点对称的效果 怎么说呢就这类万表的这些功能显示啊 很多时候装饰性是远大于实际的这个数值的体现 至于说它的价格呃78万啊 听起来不贵对吧 但是是瑞士法郎不是人民币啊 所以你还得乘一个汇率的系数 而且因为这枚万表又是个限量表款 可能还需要一些额外的消费记录 或者说溢价才能得到啊 这么看看里头的米尔的均价 可能今年又会涨 第二枚万表来自于宇波而且长得也很酷啊 它是宇波的MP09双轴驼飞轮五天洞储啊 彩虹3D立体碳纤维表款 你其实看图片你会发现它几乎在它的表的名称里把所有的卖点都告诉你了 整枚万表的表壳呢是碳纤维材质的 但是它却在碳纤维编织的时候给你编织出了这样一个 渐变色类似于像彩虹相钻的一个效果啊 从左边到表壳的右边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而是相对应的是万表的时间显示呢 其实就是十针和分针这两个时间显示的盘面呢 也是做了有叠层的处理 有两层啊 也是用这种渐变的这种颜色的视标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日期显示很好玩 它日期显示呢 是在这个盘面的这个左下边的四分之一多一点的区域 做了两层 就是所有的日期从1号到31号都显示在上面 但是呢 到哪一天的日期呢 这个日期的数字底色会变成白色 尤其是这种两层的半圆形的设计啊 宇波创新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双轴驼飞轮 它是沿着两个轴向不停的转动的 一个轴向呢是一分钟转一圈 另外一个轴向呢是半分钟转一圈 所以它立体驼飞轮很好玩啊 当然了这么多功能的造型下呢 它的尺寸也是比较庞大的 直径是49毫米 厚度呢接近18毫米 非常大的一个尺寸 而且它的表带呢 也用的是两种颜色系的渐变色的EAP表带啊 做的还是非常精致的啊 这么一万表呢 我觉得你如果万维不到20的话 建议你把它放在小腿上 视觉效果更好一些啊 呃限量8枚啊 价格没有公布 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一下 这没有要该买多少钱 说到这个大胆的配色呢 最近爱比也推出了一枚 皇家像素的万年利表款 这个盘面的颜色呢 用的是紫葡萄色啊 也是非常的大胆 而且呢用的是亮光的 这样一个视觉效果啊 小表盘上呢是旭日文的一个呈现 而主表盘呢 其实还是这个他们家的小滑腹饼干的盘面啊 尺寸呢 依然保留经典的41毫米尺寸 而厚度不到10毫米 为什么能做这么薄 因为依然在用机家家这个祖传的超宝万年利啊 这个代号为5134的机芯啊 374个零件 但是厚度非常的薄 当然了这枚万表现在依旧是一个相对比较难买的存在 白金表壳相一圈钻 而且背透里边呢有金百坨 但是因为爱比的50周年的皇家像素的这个庆祝已经过去了啊 所以现在你买到爱比的皇家像素表款呢 后面就没有50周年的标识 全部变成了啊 经典的镂空自动镂造型 当然你问我新年谁的钱最好挣呢 当然还是女人的钱好挣 所以新年一时呢 很多高档万表品牌呢 都发布了一些非常漂亮的女表 我们借这期新表苏的节目呢 也把我认为几只很好看的女表呢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第一枚呢是来自于江士丹顿 他们的伊陵女神系列呢 新增了三款粉金月相的表款 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它这次整个万表的盘面上 全部箱满了钻啊 一共三个版本 有两个版本的都是盘面箱满钻 还有一个版本呢 是表带啊 金属表带上也箱满钻啊 女生是受不了这种箱钻的特色的 比如说全部箱满钻的表款 一共1377颗钻石啊 非常的亮眼 而即便是表盘上铺满钻的版本 也有510颗明亮的切割钻石 做整个盘面的铺设 至于说价格啊 皮带加盘面箱满钻的月相版本呢 是60万5000块钱人民币 而如果说其他的这种表带上也箱满钻的版本呢 我估计价格要比这个在柜上小一倍左右 当然我觉得比较实惠的选项呢 是全金表带 但是盘面没有箱钻的版本啊 可能它的价格呢 是跟这个盘面箱满钻的版本价格差不多啊 但是全18K金的表带 可能戴起来会更加持久一些 而接下来的这枚女表 可能很多女生都会很种草 它是来自于宝基的纳普勒斯网后 这次新推出了两个款式 编号分别是9835和9838 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你会发现盘面上的这个时间显示 是跟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样 这次用了一个可变形的心形分钟指针 你可以看到盘面上这样一个像心一样的造型 它的尖端有个角 这是这枚万表的分针 它会随着时间的转动 这个心形的造型会发生变化 非常酷 而它的时间显示呢 则是在上面这个开口的天窗里边啊 而这次两款万表的盘面造型呢 也各具特色 蓝色呢是用的是贝母盘面的蓝色 特别的漂亮 而且它下面的这个纳普勒斯网后的这个 表带连接处呢 也是做了香钻 表冠上还有一颗大的白色的钻石 而另外一面白色盘面呢 用的是白色漆面盘 看上去比之前蓝色呢要如压很多 而它的外圈和这个表冠调节处呢 相的是蓝色的钻石 那么这里也想问问 屏幕前为数不多的女粉丝们 你们会选择哪一枚 只看颜色的呈现 而忽略价格的话 你们觉得蓝色和白色哪是更好看 当然各大品牌的兔年生肖表款呢 依旧在出 比如说呢 肖邦最近就推出了 他们今年的兔年的生肖特别版本 尖量发行88枚 用的是哪个系列呢 是快乐钻石系列 当然肖邦官方说呢 它叫快乐运动 Happy Sport 对吧 但是我是搞不清楚 快乐运动和快乐钻石有什么区别 因为它们的这个盘面的两层当中呢 都放了一些小钻石 这枚腕表比较有特色的一点呢 就是它是采用了肩金材质 而且呢表圈的相立圈钻 价位呢 我估计大概在10万块钱左右 比较有特色一点 是这只兔子很有中国的特色 盘面上做了一个 类似于中国 那个剪脂这种风格造型的小兔子 扬起头来很漂亮 不像那种有些老外化的 稀奇国外的兔子 这个给肖邦要点个赞的 而且这个盘面红色的配色 再配上金色的纸针呢 红色的表带也确实符合咱们中国人过新年的这样一个喜庆的氛围 我倒觉得呢 其实这枚女表呢 如果你今年刚好数兔的话 过年带着它还是非常喜庆和有特色的 感谢女朋友可以自行了解一下 接下来这枚新表呢 来自于伯爵 是一个30枚的限量表款 国内可能买不到 因为呢它是伯爵呢 为了庆祝一个叫阿拉伯手表俱乐部的这样一个组织 所以呢做了一个30枚的限量表款 应该是这个俱乐部里边的会员自己订购的 但是呢这个表呢又很有特色 就是大家知道伯爵的这个即时表款 一般来讲呢是蓝色黑色为主 而这次的盘面呢用了三文鱼盘面 小表盘 两个小表盘用的是黑色的盘面 其实这样一个盘面颜色的搭配呢还挺棒的啊 再配上不锈钢表壳 我就觉得整枚腕表的颜值和气质就上来 大家知道伯爵Polo的这个即时系列表款呢 其实尺寸稍微偏大一点啊 小腕子不太好戴 但是啊 在这个三小钢网里边呢 它卖的还是蛮有自家特色的 因为伯爵的其实它珠宝设计比较有特色 盘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防重带员的造型啊 包括这个波纹的盘面视觉成员效果还不错 这次三文鱼盘面呢绝对好看 而且它的价格呢 就是说折合人民币呢大概14万到15万左右 也没有比普通的版本呢贵多少啊 我觉得如果你有中东土豪朋友 而且他恰好又在这个阿拉伯手表俱乐部里是贵人的话 你可以真的问他 让他去帮你订里面啊 这枚伯爵的Polo还是蛮好看 接下来这枚新款腕表呢 在今天节目中呢 应该是价格比较亲民的表款了 它来自于宝奇来 是宝奇来的马尼龙系列即时腕表 但是这枚腕表呢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表镜呢还是挺大的 42.5毫米的表镜 然后14.43将近15的厚度 但是呢它的颜值很在线 这次配的橄榄绿 而且呢它的功能呢也很有趣 就是它是有即时功能 又加了一根GMT指针 这是怎么实现呢 其实这枚腕表的机芯呢 就是保其来这个1967自动机芯呢 是来自于SW300这个基础 然后加了即时模块 又加了一根GMT的指针 然后实现了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整枚腕表呢是包括日历 即时还有24小时值的显示 都可以呈现出来 它也是全球限量发行的表款 188枚 7350欧元 大概相当于5万多块钱人民币 就别的不说 最好看来是它颜值 就是说黑色的盘面 黑色的表圈 然后呢有一些这种墨绿色的 这个即时圈 还有GMT指针的点缀 再配上一个墨绿色的橡胶表带 还有背透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当然也有很多基金党说 就SW300基金 为什么卖的这么贵呢 你想想看 保其来家一直是做珠宝首饰文明的 又是欧洲最大的老历史的紧销商 对吧 所以它这个表款这个功能 然后卖这个价位 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 感兴趣朋友呢 可以去找代购了解一下 因为我不确定这枚万表 是否会拿到保其来中国的渠道来进行销售 节目的最后呢 来公布一下我上周最种草的一枚万表 又是一枚非常独特好看且价格不贵的表款 就是超级难买 是谁呢 是来自于MB&F MB&F的表都很贵对吧 没错 非常的天马行空 但是呢它有一个叫MAD-1 就是MAD-1的这样一个限量款式的表款 限量发行只有30枚 我先公布一下它的价格 它的价格是2900瑞士法郎 就是大概1万多块钱 然后呢你会发现这枚万表很神奇 就是你从正面来看的话 其实这是这枚万表的机芯的背后 就是这个三个椭圆形组成的这样一个自动坨 是它的自动坨造型并没有指针和任何的功能 那么怎么看时间呢 实际上是在它6点钟的位置 就在这个表壳的这里 有一个视窗 然后在上面有个小箭头 上面一排数字代表小时 下面一排数字代表分钟 就实际上它把分针和时针变成了两个圈 放在这个表圈的这个边缘 而且夹在当中的这样一个结构 所以你每次看时间的时候 人家是这样看时间 你是这样看时间 而且要贴得很近 因为数字很小 而且它的表罐呢 又是放在了12点钟 在上面的位置 调整体验比较独特 就是一枚非常具备独特造型和弹字的表款 虽然说它的机芯呢 相对拉垮一点 是改装自MUTA的821A机芯 这个机芯呢 大概百元价位的水平 但是表厂呢 做了非常精细的打磨 并且做了一些功能性的改进和设计 而且表盘上这个自动坨呢 也改成了钛合金和乌合金的一个作品 还涂了夜光涂层的装饰 冻处42小时 还是蛮有意思的 遗憾的是呢 这枚万表呢 确实非常难买 而且呢 已经有人开始炒作它了 仅在意大利的GMT Italia精品店发售啊 好吧 以上就是本期新表速递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啊 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呢 都能买到自己喜爱的万表 而我们这表直门节目 也会在新的一年里 继续努力实现我们的长期目标 就是让每一个看我们节目的观众 都能带上心仪的表款 传统里面